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TONY CHOI,今天是2021年10月1号,星期五,HAPPY WEEKEND TO ALL 师傅新的庙啊,他的名字叫做WAT BAH,38的BAH,WAT BAH,WANG NAMUN 但是我们叫short form叫做WAT BAH就好了 这几天WAT BAH的附近啊,就是那边地区啊,都大雨成灾啊 然后庙的四周围啊,都淹水到很够力 我有放过那个视频给大家看,还有照片啊,确实淹的很够力 但是因为在那些村民的协助之下啦 他们拿那个小船那个商班啊,帮师傅把那个9月份九层塔香蕉法式的用品啊,载进去庙 所以使得昨天的法会,9月份的九层塔香蕉法会能够顺利的进行哦 所以在这里先感谢村民,还有感谢所有参与法式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 功德无量,sa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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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0月份的九层塔香蕉法式将没有进行了 师傅说,为什么呢? 因为11月18号和19号将举办Katina法会 Katina就是每一年他们和尚他们闭关三个月过后 陆霞啦,叫做陆霞喷杀三个月过后出来出关 然后在一个月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法会啊 然后师傅讲,10月份的没有做 11月份的跟Katina法会一起进行 所以是两个法会在同一天进行 所以是非常难得的咯 所以还没有参加香蕉法会的法式的朋友们 或者想参加的,那么就要捉紧了 因为这种机会很少会有了 然后这个Katina法会过后呢 师傅说会回来马来西亚 所以可能九层塔香蕉法式是最后一次举办的 所以真的没有参加的,捉紧机会参加 差报名费每一个人是260块不了,非常值得 所以不要错过,真的真的不要错过 因为2-in-1的法会很少会见到的 所以不要错过了 然后在Katina法会当天呢 我们是有做送袈裟给师傅了 然后送袈裟已经确定了 是以两种形式进行 我们可以买整件袈裟送给师傅 一件是350块马币 会写上你们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放在袈裟上 然后到时候会一个仪式送给师傅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可以以乐捐方式 乐捐的方式 乐捐的方式是最少是10块钱 比较好算,不要5块2块是比较难算 就是10块钱最少咯 然后呢我们会收集到350块 然后以一个名义就是佛牌友或者是种地址 种心图的名义送给师傅 师傅讲因为现在行情不好 又COVID什么 然后不是说每一个人呢 都有能力捐350一件袈裟 好像有些人他不是能力没有这样方便的 他们要做工的 他们也可以捐一个10块 所以师傅的意思是说 给所有人都有机会做工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这两个方式 我们可以捐架杀给师傅 除了这个呢 我们还可以给师傅做一个三个坛 三个坛呢就是一个桶 然后里面有拖鞋啊 就是和尚穿的拖鞋啊 有牙膏啊 有饼干 有米小包 有矿泉水 有蜡烛 有香 还有一些饼干之类的 OK 我们也可以捐这个一桶给师傅 然后一个桶呢 是65块马币 同样每一个桶捐款的人 他会写上他的这个名字和出生字旗那边 到时候在法会的时候 送给师傅 当一个三个坛 一个仪式 OK 所以 有两种咯 有两种咯 OK 所以 啊 有兴趣的朋友 要不思的 可以联络我 或者是 我的兄弟 姨宝的 Mr.James 啊 啊 不过 这个啊我跟你讲啦 非常好咯 因为 三个坛呢 我们送加沙 呃 不是 卡丁那我们送加沙给师傅了 功德很大的 啊 是非常大的 我每年都有做的啊 我我真的我每年都有做的 然后 呃做了 很好 真的是很好 啊 OK吗 如果可以的话 法式也做 这个也做 更加好 好吗 OK 所以 呃 等一下 我会在我的Facebook 和我的WeChat那边 就多写一个稿咯 然后就是说 希望 呃大家真的 这个 11月的九层塔 橡胶法式 真的真的 不要错过 2-in-1的法式 很少很少机会会 会会会会 会有给我们机会参与到的 啊 真的不要miss去 啊 然后 11月是last了 不会再做这个法式了 因为师傅要回来了 啊 师傅要回 回去 古今 看他的SAMNAK 因为师傅有一个SAMNAK在古今的 马来西亚古今的 啊 然后 好啦 我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大家多多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啊 谢谢大家 咱们100% พุทธาคคุณ 拜拜 拜拜